- 非正規實習生UNI 嗨,大家好,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這次的Zex聯名活動 有沒有讓系列作玩家回憶起隱藏BOSS Omega-0帶來的噩夢呢? 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要先來介紹一下這次登場的兩位角色 艾爾與潘朵拉 艾爾在原作中是X與Z生命金屬的適合者 他能利用生命金屬變身成Model Zex 讓我們來看一下艾爾在原作中變身的動畫吧 在原作中是無故的 在X-type中,我们有忠实还原这样的变身能力 首先是第一个技能Model ZX 发动后破棍之异,就是能转变成Model ZX 技能则会变成ZX光剑与ZX能源炮 但当生命金属能源,也就是HP下方的防射能量消耗完了之后 就会变回人类形态 这时候就要等时间自然恢复 或是发动第二技能生命金属来补充能源 生命金属不但可以补充能源,还可以提升攻击威力 接下来是ZX系列当中,相当神秘的一位少女潘朵阿 她在原作中,行踪飘呼不定,让玩家捉摸不到她的位置 她的第一招是会召唤出一尊沿着路径弹跳攻击的冰魔像 被击中的话会有缓速的效果 第二招追踪雷电,则是发出带有追踪效果的雷电球 击中对手后会带有麻痹的效果 而冰魔像跟追踪雷电还各有一招 可以召唤浮游炮的被动机 这就表示当对手被缓速,或是进入行动不能的状况下 还会持续受到浮游炮的攻击 潘朵拉的个性冷静而沉默,像冰一样的人 像雷一样华丽的把你打爆 这就是潘朵拉技能的写照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非正规情报战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这次的联盟活动 我们会在下一集介绍这次的Boss与Zex的故事架构 但请大家一定要先去完成活动关卡喔 非正规情报战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